大家好,我是Rona老师 大家好,我是佳玉老师 今天又来到我们格局的时间 那从这一集开始呢 我们的格局呢 比较特别有一些小变动 我们呢,每一集只介绍一个格局 那后面会加一些小故事 跟大家做分享 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格局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要讲的格局呢 是连真清白能相守 这个意思是说呢 连真心呢 如果会到好的条件 在相对应的公位上面呢 能与三方市政的公位里面的心要相辅相成 以及呢,能够有守住自己的原则 嗯,感觉是一个可以当好朋友的格局呢 还不错 下面的注解呢,是写说 此心,未功,安命,甲生人合格 生功作命,亏生人合格 隐功作命,己生人合格 据为上格看 感觉呢,又有一些不一样的含义咯 那接下来就是请佳玉老师 为我们详细的解说 连真心化气为求 这个求呢,是自我约束 请守本分的意思 那因此呢,在紫微斗书上呢 设定的形象为 外交官的形象 外交官呢,对于自我领域 与规范呢,有自我的要求 连真心呢,在为功作命呢 会是连真七煞同工 高性上聪明 反应快 赞于交际又有毅力 那对功呢,是天府心 在外懂得运用人际关系 假年连真化路呢,让原本有自我约束的连真心呢 更加谨慎 进而产生好处 那官路工呢,做的是 舞曲破均 舞曲化科 破均化全 认真务实的工作态度 可以得到不错的名声跟地位 破均化全让原本充满梦想大破大力的 这个破均心更加的稳定 那工作上呢,舞曲有梦想 一步一脚印呢,朝着自己的梦想稳定的成长 升宫坐命,亏生人合格 升宫坐命就是连真心独坐 官路工呢,会是舞曲天府 那舞曲天府呢 本来就是舞曲当中最好的一个组合 那舞曲的舞曲心呢 有擅长谋略的天府心在旁边辅佐着他 奎前身呢,弟子位、子位呢 会有一颗露存心 能成望这个舞曲心这颗主心 降低舞曲心的缺点增加舞曲心的优点 工作态度上呢,务实却又不会不尽人情 以为坐命,几生人合格 为连真坐命,对公贪狼 官路工舞曲天府 几年生舞曲画禄 在官路工上面呢,还有一颗露存心 贪狼画全在千仪宫 个性有分寸,在外人缘桃花旺 并能够掌控自己的人际关系 在工作上呢,务实又懂得运筹帷幄 让舞曲心呢,在工作上更能展现自己的才能 那我们综合以上的这个条件 连真心坐命的人呢,有分寸 以及有自我的约束跟管理能力 与三方式正的恭位及心谣相互呼应 那当然不能缝煞哦 必能够互相守护,相辅相成 好,透过嘉瑜老师刚刚的解释 大家有没有发现什么呢? 就是你从刚刚听到的东西里面 就综合出说,网络上或者是很多老师 就会解释成说,连真画露或是连真加露存 会形成所谓的连真清白格 那所谓的连真清白格真的那么好吗? 其实一样是看网友们怎么用哦 如果说你本身很喜欢正直,对自己有规范的人 那你跟这样的人成为朋友当然很好 可是如果你的工作上面确实要突破一些既定的框架 需要自我挑战的 那当你自己拥有这种连真清白格的时候 是不是反而会异常的痛苦呢? 所以所有的好的格局都来自于你喜不喜欢他 你想要拥有这样子的特质 或是你希望你身边的人拥有这样子的特质吗? 可是一样的回到古书上面所叙述的 古书里面是不是都会有想说 他们其实就是希望大家乖乖的守规矩 不要太突破他们的框架 因为这样他们才好管理 要跟大家一样 对,那在好管理的这种状况下的话 连真清白这样的人是不是反而会让大家相处起来 没有压力,他会自我约束 他会好好管理自己 感觉好棒棒哦,不用担心 对,所以这就是连真清白格背后真正的含义哦 一样的,今天我们的格局已经分享完毕了 如果喜欢就帮我们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超onda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